存图像技术,其中男女都是22人。 可见,当时有关导引的体育疗法,不仅男子,而且妇女也早已采用。 导引图不仅年代早,而且内容非常丰富。 它使古代文献中散失不全的多种导引与健身运动找到了最早的图形资料。 对导引的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有关我国古代体育疗法的实物资料, 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医疗体操图。 中国武术居世闻名,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变幻莫测的技法, 雷霆万钧的气势,无不续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养生内容。 中国武术从它一早开始发展,到了明代我讲它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了。 这就是指它在冷兵器的那个时代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到这个层次,它开始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发展我把它叫做是太极运动观。 它追求的是在这个阴阳运动当中,要出现一种相对的稳定。 在太极里边,它其实这个思想来是个以动养生,以动为主的。 可是在这个动里边,我刚才讲了,它有个相对的稳定。 所以它是动中求进,动态平衡,这样的出现了一种综合状态,和谐状态。 专家认为,太极拳是一种合乎生理规律,而又轻松柔和的健身运动。 其一朝一式,皆以腰围轴心,拳身上下,肌肉关节,四肢百骸,都可得到协调的活动。 练全时,强调意念专一,讲究用意和气沉丹田,要求配合匀细深长的复式呼吸。 这对中处神经系统能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并使体内各个系统与器官的机能活动,按照整体需要协调起来。 同时,还能加强心血管与呼吸功能,减少体内淤血,改善消化功能与新陈代谢过程。 所以,太极拳既是一种医疗体操,也是很好的保健运动。 有人观察统计,练拳老人坐30秒内蹲起20次运动实验后,血压和脉搏改变,在三分钟内恢复正常的约近90%,而不练拳者仅为22.4%。 另有报告,长期练拳的人动脉硬化率为39.5%,不练者为46.4%。 中国的按摩术,从汉卫六朝以后到隋唐达到高朝。 孙思淼的千金方中有49式按摩法,指出,人体有两大长寿学,即足三礼和永泉学。 元代李也在净斋古今中计数了一个叫正产儒的人,出任江东仓氏,因患有足弱症,以致在谢黄恩时无法下跪。 后来,书密院的黄继道教他按摩足心永泉学,只一个多月便能下跪,动作自如了。 宋代以后,又有八段锦,十六段锦等等,数不胜数。 我是那个腰颈的,那个头颈的,就是颈椎突出和腰部的,就是颈椎突出,颈椎突出。 那你经过多长时间治疗了,现在经过大概一六月左右。 经过了一个多月左右,现在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状态基本上是大概改善,原来好多了,原来走路不是不稳,现在这状态基本上消失了。 肺炎就是有一些内腹科的毛病,腹科毛病像痛经啊,预心不调啊。 人造小石球,在八千年前的慈善文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五千多年前的半坡村岁月,这种小石球已经是常用的狩猎工具了。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作为养生健身的器具,一时难以确定。 不过,专家推断,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创出了用小石球治病健身的方法。 蔡景峰先生的著作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相传,古时候保定府有一个铁匠,为人老师。 不料,当地一个猎身看中了他的女儿,竟欲加以侮辱。 恰逢当地一位回乡探亲的御使得知此事,予以营救。 铁匠妇女感恩不尽。 不久,御使在朝中遭人陷害,告老还乡。 竟因中风而半身不随,语言简色,行动困难。 铁匠妇女左思右想,想找个方式来报答救命恩人。 一夜,铁匠梦见药王孙思鸟,告已制一对铁球。 铁匠依梦中所见,断制了一对送给御使。 御使如获至宝,天天拿在手里磨搓。 不除两个月,病体竟大健康复。 因此,宝剑球便流行开来。 明代嘉靖年间,即五百多年前,河北保定府就已经有制作剑身球的鸿炉作坊。 据说,清朝康熙皇帝不饮酒,尤其厌恶西烟,喜欢运动旅游。 一次,他南巡到江宁,一个叫王来雄的人献上一册炼丹秘诀。 康熙对赐臣们说,我除了读经史之外,还读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书。 凡炼丹修养长生,己诗乌自卫前之者,皆妄诞不足信。 但可其愚民而已,通经名理者断然不为其所获业。 遂将秘诀致还,说道,后世之君,无惑于神仙之说。 康熙皇帝认为,圣人以劳为福,以义为货业。 他自七岁登基以后,仍与小内侍一起摔跤。 清史稿圣祖本记记载, 康熙十二岁时,就到南苑涉猎,每年从不见断。 清明野史大官这样记载着, 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使,霍虎一百三十五, 熊二十,豹二十五, 舍利孙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 绍货之路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涉货诸寿,不胜记忆。 常年的涉猎活动,练就了康熙的强壮体魄, 这对他健康长寿大有必疑。 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是一位养生高手。 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历代皇帝中,救赎他活的岁数最大。 乾隆喜欢打猎,他说, 我从前岁罢秋为, 经年来到南海子, 重来历历依旧游, 真教剑烈,心游戏。 以此出赛,蒙古诸王赢驾,演戏。 正看着,有人来报,老虎进了军营。 乾隆戏也不看了,立即赶去,直至江湖猎杀才归。 乾隆七十九岁时,朝鲜有人见了他, 回去后写了实录,言。 如六十余岁人,今历则耳聪慕名,不屡辩解矣。 乾隆八十三岁时,英大使马戈尔见了他,后来写道, 乾隆年虽八十三,望之如六十岁人, 精神绝朔,可以凌驾少年。 乾隆皇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四个皇帝, 他在位六十年,又当了三年太上皇, 长实权六十年龄四个月, 这在中国历史上呢,是长实权最长的一个皇帝。 他活了八十九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是寿命最长的一个皇帝。 他活了这么长的,活了这么大岁的时候, 在这个漆械成群的这个皇帝当中, 说用他有一套的养生之道。 据给他当过御仪的这个后代人讲啊, 他有四个四级口诀。 这四级口诀呢就是, 吐纳肺腑活动筋骨, 时长四物, 适时进补。 这个吐纳肺腑呢就是在早晨到空气新鲜的地方, 呼出这个浑浑的气体, 吸进的新鲜的氧气。 所谓的活动筋骨呢就是经常的锻炼身体, 因为他的遗生当中多次的行为打裂, 而且呢他是马上皇帝会武功。 这一点呢对他的这个强筋降骨, 延长寿命呢是有很难意义的。 所谓时长四物, 这个时长呢就是人家身体的十个部分要经常活动。 你比如吧, 这时长有齿长扣, 筋长叶, 鼻长揉, 耳长痰, 面长搓, 足长膜, 刚长皮, 脂长身, 这个时长。 所谓四物呢就是, 四种情况呢要进行节制, 就是呢吃饭勿言, 睡觉勿语, 喝酒勿醉, 色勿迷。 所谓事实进步呢就是, 在人年老的时候, 适当地增加一些营养, 迷补身体, 但是呢不要滥用武药, 因为乾隆皇帝长细监持这个四个秘诀呀, 四级秘诀, 所以他的身体呢, 特别好。 我们来到河北围场县, 即清代皇家牧南围场, 寻找乾隆皇帝猎虎的地方, 没有路, 我们沿着干涸的河道, 进入当年的猎场, 他到了悦乐围场, 也就是七十二围之一一个小围场, 因为悦乐是蒙语, 是有雕的意思, 到这个围场来手练, 这会呢过了一个蒙古人, 过了一个蒙古人呢, 他说这块可能有个老虎, 他说这个老虎啊就藏这个山洞里头了, 结果他向了山洞看一看呢, 大约有三百余步, 他没有见这个老虎, 他的意思呢是什么呢, 用枪啊, 先把这个老虎啊, 金出来, 金出来然后他再打, 结果没想到呢, 枪一响以后乃正中虎, 这个虎啊就负了伤了, 负伤以后咆哮而出, 在那跳跃那么一阵子, 他又钻回去了, 接着他又扶起了枪, 就是呢就把老虎打死了, 原来啊他说啊, 他看见老虎的时候啊, 他把他打死这个, 他已经狠奇了, 这次呢在隔骨幽动之间, 并没有看见这个老虎威武雄亮的样子, 他把这个老虎给揍死了, 他说这个枪可真神了, 所以说是虎身枪, 不知人们是否听说读书是一种宝剑养生的方法, 陆游说, 并需书卷做良衣, 清代萧伦说, 一日不读书, 心意无家乡, 一月不读书, 耳目是惊爽, 说的是, 一天不读书, 心里便没有什么好想法了, 一个月不读书, 耳朵眼睛都不清爽了, 李鸿章说, 体气多病, 得名人文集读之, 亦足以养病, 说的是, 体弱多病的时候, 翻开名家的文集读一读, 足以养病, 读书可以保持大脑智能旺盛, 延缓大脑老化, 延缓衰老, 这位老人名叫沈良公, 今年九十四岁了, 用老人自己的话说, 他一生最喜爱的就是读书学习, 三年前即九十一岁时, 他获得了中国逻辑学与语言寒寿大学, 创新思维专业的大专证书, 如今, 他又在攻读法律专业, 每天刻苦学习, 创新思维专业, 他是语言逻辑学的, 这个毕业以后, 就学法律, 这个生活呢, 或者吃的好坏, 或者是猪的好坏, 都没关系, 最喜欢的就是学习, 你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学习, 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学习, 看书觉得有些累了, 老人便到户外活动活动, 这一套运动方法是老人自己发明的, 啊, 做, 嗯, 以后呢, 是这样, 二十下, 二十下, 哦, 是吧, 以后呢, 是这样的, 二十下 二十下 孙老 你学完这个法律以后 还有什么打算 再学一门什么东西吗 现在呢 我有一个计划呢 学习一门谁的意思 心理学 我们采访了六十位百岁老人 心理善良 热爱生活 热爱劳动 是他们最鲜明的特征 同时 也是皇帝内经养生学说 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表达 到这里 本片就要结束了 不知为何 我们心中 我们心中 却不禁惶惶起来 一部2500年前的伟大著作 一种许多人尚未接触过的博大精神 在今天 在今天 人们能够接受他吗 但是 当我们再次面对皇帝内经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与胸中生疼鼓荡起来 我们的祖先 把他们对民族的爱 对子孙的爱 对人类生命的深切关怀 凝聚在这部著作中 从而 他们的人爱 穿越了历史 包容了世界 鉴于皇帝内经 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有理由说 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了解他 况且 这本身就是一份 永远割舍不断 血脉相怜的情感 天真的笑容 你是爱天天真的笑容 你是爱天天真的笑容 是爱天天真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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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天天真的笑容